7 國集團峰會和莫尼克安全會議 通過視訊方式在同一天舉行 一個共同的議題就是美歐攜手 沉及一個緊密的集體合作方式 為與中共獨裁政權長期和激烈的對抗做好準備 2月19日G7領導人舉行峰會 與會成員包括美國、英國、德國、法國、日本、加拿大和意大利 他們表示將尋求一個集體合作方式 以對抗中共的非市場導向政策和做法 確保一個公平的多邊全球貿易 該峰會以視訊形式舉行 針對現有的世界貿易體系 未能有效竭製中共當局的非市場經濟體不良行為的議題 G7表示將以改革後的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心 合作建立一個現代化的、更自由、更公平的 基於規則的多邊貿易體系 體現我們的價值觀、實現平衡增長 彭博寫在19日當日的報導中說 G7、七國集團國家的領導人在2021年首次集會上 熱烈討論中共方面的議題 這是他們很快需要面對的問題 同時也表明他們可能在未來的幾個月中 做出共同的回應 綜合多家媒體報導 英國作為今年G7的東道主 英國首相約翰遜希望G7能夠更強有力地對抗中共 俄羅斯、沙特阿拉伯等制度性競爭對手 並已經邀請印度、澳洲和韓國的領導人 參與預定於2021年6月在英國康和郡舉行的G7聯合峰會